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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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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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一小时以内完成 那么前面提到了移民关心的问题 以及面谈的时候会问到的问题一般是哪些呢 首先申请人的身份 证明是本人来面谈的 然后呢 如果是有主申请人 还有家属 副申请人 需要查验家庭关系 询问双方你的配偶的姓名 配偶的出生日期 配偶父母的姓名是什么 然后双方结婚 这个时间 地点都是什么 孩子的出生日期 然后呢 除了这些以外 申请人在入境美国以后的工作情况 还有呢 申请人保持了合法身份 这里呢 如果有的申请人过去 有OPT挂靠之类的 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另外也有专门的视频 讲到的这方面的内容 然后呢 关于申请人 此前以及当前的这个工作专业 尤其是EB1NiW类别的移民官呢 有时候还会问到你的科研工作的内容 这个呢 你不需要用太多的专业术语 但是需要简洁额要的讲到 我做的是什么研究 接下来呢 那就是I485表上的标准的问题了 大家知道呢 485表有一出 一个section 有80个具体的问题 这个呢 我们此前也有其他的视频 逐一详细的讲过 另外呢 我们也有485的模拟的面谈 大家可以参考 有的时候移民官不会所有80个问题 一一都问 挑出来的呢 比如有时候 包括你是否曾经不正确的自称是美国公民 曾经参加过投票 是否曾经有申请美国签证被拒的情况 或者被拒绝入境或者在递解出境程序中 还有呢 就是申请人过去的党员身份等等 那么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 是 当然你不能隐瞒事实 是吧 如果问到呢 需要如实的简洁的回答 如果追问的时候呢 可以再根据实现准备的文件 然后呢 加以合理的解释 那么当然没有问到的呢 你不一定要主动提到 说呀 我这个有丰富的历史 我还有好多故事要跟你说 要不要听 显然用不着 在回答的时候呢 to the point 简洁 然后到位 同时呢 你可以增补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那么在面谈结束以后呢 一般来说你会得到一张纸 讲你的case的状况 这上面呢 一般有三个选项 第一呢 就是说面谈结束了 你的申请呢 可以得到批准 但是不一定马上批准 还有更多的review 内部管理 审查 包括反腐败这方面 是否批准呢 可能需要经过核实 证明呢 所有材料没有问题 一般来说呢 如果是这种情况 可以预期在面谈以后不久 可以得到顺利批准 另外一个选项呢 就是说 你的排期还没有到 像这样的情况下呢 按照规定 因为这个卷宗啊 不能保存在移民局的field office local office 可能从安全性以及后期 能够存的卷宗也有限 所以呢 必须要转回到NBC 叫National Benefit Center 或者呢 这个USCIS Service Center去 如果排期到了 没有问题 也会自动批准的 我们呢 也有若干的客户 有这种情况 申请从NBC Service Center 直接呢 又得到了批准 或者呢 第三种选项呢 就是说 申请人住址啊 等等 出现了变化 那么呢 需要转到 对应于申请人新地址的 新的移民局办公室去处理 另外呢 这个纸上还专门写到 说 哎 那如果你没有听到消息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 可以再联系移民局 要多久呢 上面理论上写的说 要等120天 过120天没有消息 你再联系移民局 问怎么回事 如果是因为排气没有到呢 要等到排气到了以后120天 如果排气已经到了呢 那就是interview面谈结束以后120天 实际上要不要等这么久呢 因人而异 看你在哪里面谈的 等等 这个情况 总体来说 S85申请呢 比以前要求更严 需要认真准备 如果是我们的140的客户 会提供S85的基本的信息和建议 如果是我们的S85的客户呢 在面谈以前 我们也可以帮助做面试的准备 另外呢 如果是其他的申请人 遇到有S85申请的问题 也可以联系我们 好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2019年7月绿卡面试亲身经历 谢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